創興賣盤快成事,何時到寶baby? 上星期四收市前,突然急升的創興銀行 他們雖然表明沒有消息公佈 但市場不少消息指 大股東料事家族會在短期內落實放售創銀的意向 在目前市況下,若大股東立頭和買家欺負 創興銀行最近會以相等於市盈率大約1.4至1.5倍的水平放售 即是每股最多以25.425的水平脫手 較收市價19.04,約3乘3的水位 假設城市,作價就去到最多約110億6千萬 而連市家族持有的50.2%股權 這裡就套現最高55億5千萬 估計當前最具潛力的買家 都是維持擴大本地分行的中資行居多 如果不是事實或不是很成熟的話 就純粹投機炒作 因為現在看到香港的銀行的PP 其實很難去到這麼高 真是樂壽放售 本地家族持股的上市銀行 就指剩下東亞、永亨和大新銀行 不知道什麼時候輪到寶寶寶賣盤呢? 對! 對! 對!